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件很高兴的事 就在今天,巅峰使命珠峰科考 13名队员成功的登顶珠峰 在世界之巅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 这当中就包括在海拔8830米的地方 成功的架设了全球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 有不少网友看到这个消息以后说 以后天气预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报一下珠峰的天气情况了 可以说这次登顶珠峰是科技的攀登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国家开展过多次珠峰科考 在最开始的时候曾经用罗盘来变方向 而这次用上了很多先进的仪器装备 比如说高精度的雷达、无人机、飞艇 还有直升机等等等等 很多也是第一次在珠峰科考当中使用 而这背后是我国科技不断的进步和装备的持续升级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一次登顶珠峰的现场视频 能这么快的传回来 央视新闻还做了直播 这要归功于在珠峰峰顶已经实现了5G信号的覆盖 当我们说珠峰科考 这既是科考同时也是攀登是登山 大家知道以前的很多时候珠峰科考执行任务的就是登山队员 他们去登顶 因为专业的科考人员登顶了确实比较困难 而这一次就实现了这两者的非常好的结合 就是让登山队员进行专业的科考知识培训 有的人他们甚至培训了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携带着科研仪器 克服高寒全阳等困难成功的登顶 当他们在世界之巅 为大家送上了扎西德勒的祝福的时候 真的既有超越自我的骄傲 也有不如使命的自豪 有句话我们常说 山高人没风 其实人生也是一场无尽的攀登 向上的征途 前进的路上当然少不了风险挑战 但是只要认准了目标 胸怀 热爱 努力攀登 他一定不会被大风吹到 不会被浮云遮掩 一定能够达到新的高度 创造新的业绩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今天我们说了很多青年奋斗的故事 奋斗者正青春 一起攀登吧 青年